大家好,我是小花江刘嘎嘎 这一盆柠檬树是在春季的时候 我们在视频当中和大家分享的 当时对它进行了修剪 而且进行了换皮 现在已经开始发芽了 我们再次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有话有问我 柠檬树还有橘子树 这些树叶该怎么养 其实这种养殖方法是一样的 你看柠檬树非常喜欢光照 所以我们在平时养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给它放到室外 进行曝晒 随便晒,它不怕晒 越晒长得越好 再者,这类植物非常吃水吃肥 就是土壤一干 我们需要立刻进行浇水 千万不要干旱时间太长 如果干旱时间太长 时间一长,叶子容易发黄 还有非常吃肥 怎么说,我们一般一周左右时间 我们就需要试一次肥 如果长时间不吃肥 叶子会发黄 像这个,明显就是缺败了 今天我们就要对它进行试肥 试什么肥 你像这个宁木树在生长时间 我们可以试一些含氮量比较高的肥料 比如这个水溶肥 或者这个复合肥 对根部进行一个浇灌 或者对叶面进行一个喷洒 一周一次 这样它的叶子会长得黑绿黑绿的 现在我们开始对这棵凝木树进行试肥 我们就用这种颗粒的不合肥 你像这一大盆 我们一般五六克就可以了 我们要采取这个生埋的方法 因为这个淡肥容易挥发 我们一定要进行生埋 埋好之后 我们对它进行浇水 在试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点 等土壤干透之后再进行试肥 因为土壤干透之后它急需水分 这时候这个肥料更容易被吸收 施肥方法就是这么容易 你像这个芽虫 等一会儿我们用这个碧虫磷 扫一下就可以了 今天的视频也是简单分享一下 喜欢我视频的点个赞 我们下次见 拜拜